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天随着阳光出来了之后 温度可以快速的回升 所以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样的天气形态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清晨 明天清晨同样是会受到了冷气团 再加上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温度非常的低 大概在10度11度左右 那么如此的低温 但白天呢温度又可以很快速的上看 20度21度22度 所以呢早晚的温差 是这两天要特别关注的 这个天气的形态 那么这样的一个稳定状况 它就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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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温暖 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二 封面呢 下一波的封面呢 要等到下个礼拜二 所以一直到下个礼拜一之前呢 都是非常稳定的天气状况 我们来看这张气象鼠今天的预测 北部地区晴时多云 白天的温度呢 是13到19度 中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 白天的温度16到24度 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 白天的温度是16到26度 东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 白天的温度是12到20度 离岛的金门马祖澎湖地区 也都是晴时多云 澎湖地区白天的温度是18到21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15度 台中台南高雄17度 宜兰13度 花莲台东 澎湖18度 好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是涨多跌少的 其实呢都是开低 然后逐步地走高 不过费成半导体呢 人就没有办法翻红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 道琼工艺指数呢 最后上涨了320点 收盘指数是39110点 涨0.83% 纳萨克上涨了63点 收盘指数是16166点 涨幅0.39%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29点 收盘指数是5178.52点 涨幅0.57% 只有费成半导体 还是下跌下跌了44点 刷盘指数是4712.81点 跌幅0.94% 这里面呢 这个最受瞩目的NVIDIA 那么灰达呢 在他的这个灰达的年度大会当中呢 他们所推出来的最新的人工智慧晶片 效能非常的强 不过呢 他刚刚结束之后呢 在灰达的股价上面 他是先跌 但是最后呢 不但是往上拉到平盘之上 涨幅呢 还可以达到了1.07% 但是呢 AI的王者NVIDIA的上涨 没办法普惠其他的半导体的业者 所以呢 包括了他的竞争对手 这个超为是大跌了4.84% 而这个许多的公司呢 也只有小涨 比如美光小涨了0.23% 博通小涨了0.06% 那么高通也下跌了1.69% 包括台积电的ADIA呢 也下跌了1.3% 好 所以NVIDIA呢 虽然先蹲后跳往上走 但是呢 他的竞争对手 还有他的伙伴们 看起来呢 对于这个灰达所推出来的 最强人工智慧晶片呢 他的受贿在股价上面啊 的受贿是非常有限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还在继续的上涨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 上涨了0.57美元 纽约桶的报价是82.73美元 涨了0.69% 而派布兰特原油呢 则上涨了0.49美元 梅桶的报价是87.38美元 涨幅0.56% 好 油价呢 还在涨不停啊 这是要注意的一个现象 而另外呢 在黄豆的部分 枝加哥黄豆期货呢 则下跌了0.19% 不过今年呢 是全球股物大丰收 所以包括了黄豆小麦玉米 现在呢 的价格都是跌到相对低点 黄豆是跌到今年2月以来的低点 而小麦跟玉米呢 则是跌到了2020年底之后的低点 所以也就是跌到 这个三年多来的低点 它反映的就是丰收 可是要小心注意的是啊 那么这样的丰收 然后这样子的价格偏低 因为都已经来到了 俄战争之前的水准 甚至于比俄战争爆发的时候的 黄豆小麦玉米的价格 还要低三成到四成 这么低的价格 使得农民呢 他们在这个新开肯种植的 这个意愿呢 大幅度降低 它也许会埋下 未来呢 产量呢 不如预期的一个这个隐忧啊 不过现在呢 是属于一个价格的低点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贵金属的部分 在联准会呢 会议结论的前夕 我们就看到呢 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呢 往下跌 然后呢 美国的这个美元指数往上涨 所以我们也看到贵金属呢 出现了拉回的走势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4.60美元 美额的报价是2159.70美元 跌幅0.21% 白银的期货呢 跌了0.51% 铜的期货跌了1.34% 靶金的期货跌了4.02% 好了 我们要看到的是美领指数 美领指数呢 是上涨了0.38个百分点 来到103.82 一方面观望啦 但是所以呢 其实欧洲的这些货币 对美元呢 都是小幅度的贬值 比如说英镑 对美元只有小幅贬值了 0.0629% 而这个欧元呢 也只小幅贬值了 0.08% 昨天的波动幅度比较大的 其实反而是日元 日本央行呢 终于出现了升息 17年来首度升息 结束了它的负利率 而且呢 也结束了它的 殖利率曲线控制政策 这个重大的转变 但是呢 日元原本预估 就是你升息理论上 日元应该要升值 但日元呢 不升反扁 这也是昨天 美元指数强势的重要原因 因为呢 虽然日本呢 这个结束了负利率 然后使得它的基准利率 来到了0到0.1 但相对于美国 还是差距非常的大 利差还是非常的大 而且呢 日本央行总裁 芝田河南呢 他在会后记者会 那么展现出一个 相对鸽派的态度 他强调说 虽然结束负利率 但并不是紧缩货币的开始 这意味着它未来 只会慢慢的升息 所以呢 这个使得呢 这个日本呢 跟美国的这个利差呢 仍旧维持在相对的高档的情况之下呢 日元不贬 不升反扁 而且贬值幅度相当大 那么贬值了1.16% 来到150.83日元 对亿美元 而因为日元贬值 所以昨天日本股市呢 也是先跌后涨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上扬的 英国金融市报本土价指数 上涨了15点 小涨了0.2%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52点 涨幅0.65%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54点 涨幅0.31%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其实这礼拜是超级央行周 大家最关注的其实就是日本跟美国 昨天日本呢 终于结束了它17年来的 这个不断降低利率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 结束了8年来的负利率 是17年来首度升息 使得它的基准的隔夜财款利率呢 从负的0.1 然后呢上调为0到0.1 那么这也是宣告8年的负利率政策结束了 另外呢 它同时也结束了2016年以来的 殖利率曲线控制政策 它的殖利率曲线控制就是 它设定一个10年期公债的最高上限 那么这个利率呢 就不能够超过这个上限 只要一超过这个上限 日本呢就会去买这个公债 那么这个殖利曲线控制呢 取消了之后呢 日本的10年期公债 其它殖利率也没有往上升 不升反扁 反而是来到了0.73 没有再往1来靠近 那么同时呢 它也宣布取消购买ETF 还有购买这个属于房地产的 这个不动产的信托基金REITS 那么但是呢 还会持续的每个月购买日本的公债 大概呢 购买6兆日元的日本公债 其实呢 这确实是从超级宽松 走向相对的宽松或者是中性 不过因为日本央行总裁呢 之前河南在会后的记者会 人就强调因为现在的经济情绪 有许多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呢 那么他们会采取一个缓慢的方式 并不是紧缩政策的开始 仍旧是宽松货币 所以呢 它未来升息的步调会非常的慢 这就是呢日元不升反扁 对不升反扁 而日本股市呢 不跌反涨的重要原因 但是啊 因为这终究是一个大的一个动作 尤其是日本现在在海外的资金累计呢 已经达到了4.3兆美元 那么这么大量的一个资金 未来如果日本呢 在持续的升息 那么可能就会使得资金留在日本 比在海外寻找这些高利的机会呢 那么更有吸引力 那一旦这些资金回流到日本 它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 包括了日本是美国的最大的债券国 然后呢 包括了对于美国的抵押利率啦 还有包括了美国的股市啦 还有包括了美国的这一些 财政上面的一些压力 另外也对于新兴市场的 基础建设的筹资经费啦 以及对于日元的走势 日本股市的走势 乃至于日本企业的获利 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所以极短线呢 它看起来算是一个 日本的这个变动 千呼万唤使出来 那所以波动幅度呢 并没有很大 可是呢 要小心注意的是 长期的影响 另外昨天澳洲 举行利益决策会议 那决定呢 维持现行的利率不动 这个呢 是如预期的 但是呢 它对外的发言 表示说呢 紧缩货币的政策 应该要结束了 所以呢 意味着未来不会再升息 那这个消息呢 也是使得澳洲货币呢 快速贬值的重要原因 好 另外要注意的是啊 因为美国现在看起来呢 它的降息的时间表 不断地往后延 所以我们看到 过去这几周呢 那个美国最大型的 长天期的 美债ETF的资金 不断地往外流 连续五周向外流出 已经流出了 20亿美元 而且呢 它的价格已经连续 八个交易日的下跌 这是否意味着 因为降息的时刻表 不断地往后延 这也对于长天期 美国公债的投资者呢 产生了这个不耐的影响 就不耐烦的影响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今年以来因为农产品价格 大涨 这个农产品的 这个供应呢 是大丰收 所以呢 使得黄豆 小麦 玉米的价格都大跌 以黄豆小麦来看的话呢 已经是来到了 2020年以来的低点 而这个 黄豆的部分 而这个黄豆的部分呢 也是来到今年 二月以来的低点 但都比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以来的高点呢 低了大概百分之 40到百分之60 所以现在价格非常的低 可要小心注意的是呢 这也使得农民的种植意愿呢 开始变低 未来的供应 可能会有这个价格波动 影响的根源来源 好 另外呢 但是呢 在所有的农产品当中呢 只有可可豆 那么因为呢 西非的可可豆呢 它的产量锐减 所以可可豆的今年 过去这一年以来 它的涨幅达到百分之 一百九十 吃巧克力真的是越来越贵了 好 那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 比特币啊 那么因为这个 从这个美国的证管会 同意比特币 现货比特币 ETF之后呢 比特币的 ETF 这一些相关的资金呢 就不断的吸纳资金 估计今年以来 已经吸纳了 一百三十二亿美元的资金 这也是支撑比特币呢 那么挑战七万三 很重要的原因 那现在比特币呢 来到了七万三之后呢 快速的拉回 尖临层呢 继续的下跌 来到了六万一千五百二十八美元 对一比特币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入港股的部分 昨天呢 入港股呢 都是下跌的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22点 收盘指数是3062点 跌幅百分之0.72 深圳城市下跌了56点 收盘指数是9696.69点 跌幅百分之0.58 香港恒生指数 则下跌了190点 收盘指数16546点 跌幅百分之1.14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台北股市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真的叫做土洋对座 那么以外资而言的话呢 昨天呢 是卖超了215亿元 而且呢 新台币也重贬了1.13角 来到31.772对1美元 那昨天支援的贬值 使得亚洲货币 对美元都是弱势的 那新台币呢 也重贬了1.13角 外资也看得到 汇出的一个迹象 但是投信大扫货 这当然跟ETF的 这个募集的大量资金 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投信昨天 一口气买超了 278亿元 在OTC呢 也买超了45亿元 都是创纪录的历史高量 连续13个交易日呢 投信就已经买超了706亿元 那因为00940是4月1号要挂牌 00939今天挂牌 那么所以在00940呢 它至少在4月1号之前 它必须要买到一定的比例 现在估计呢 到4月1号还有8个交易日 每一天它至少要买超 超过100亿 所以呢 这可能会成为支撑台北股市 很重要的原因 不过台北股市呢 昨天还是小跌了22点 跌了0.1%